电梯失事将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困在电梯里 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今天给大家带来荒诞喜剧噩梦电梯 电影一开始黄毛从昏迷中醒来 原来刚刚电梯失事将他和另外两男一女困在了电梯内 黄毛急忙掏出手机准备求救 但是手机电量不足 另外两人也说没带手机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一旁的女孩 但是女孩的打扮很奇怪 并且一直蹲在角落不说话 另外两人都不太想和他对话 黄毛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急忙问女孩有没有带手机 原来他怀孕的妻子就要生了 他赶着回家接妻子去医院 这时女孩终于开口了 他说自己将手机给扔了 黄毛听完十分激动 慌乱的拍打电梯门想要出去 因为害怕电梯再次滑落 大背头和大叔赶紧拉住他 就在三人慌乱的时候 身后传来女孩的声音 转头一看直接女孩拿着一把刀 随后发狂的扑向三人 三人被吓得不敢再动弹 但是这么等待下去不是办法 黄毛的妻子可不能等下去 这时大叔问黄毛 为什么急急忙忙的下楼 难道他不是住在这栋楼的吗 这时黄毛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大背头解围到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不要为了人家了 大叔却说自己就不一样了 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 而且他一看大背头就知道 大背头肯定做了不少坏事 于是问大背头来这里做什么 大背头说自己是这里的居民 大叔又问他住哪 大背头果然一时回答不上来 这时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他说自己也不是这里的居民 到这里来 是因为这栋公寓是附近最高的楼 他准备从楼顶跳下去 以此报复那些藐视自己的人 听完他的话 黄毛开始劝解他说 或许电梯失事 就是神明在阻止他去跳楼 这时大叔突然说自己有超能力 还常常因为这个力量被当成怪物 说着一把握住了女孩的手 接着说出了从女孩身上感受到的东西 他说女孩的心里有一栋着火的房子 原来女孩出宫之前一直很孤僻 甚至和父母也没办法交流 只有一直包容她的姐姐 才能和她正常对话 但是姐姐去了东京后 她的病情就恶化了 青少年健康中心派了一个年轻的男孩 过来辅导她 但是后来女孩发现 男孩并不是真心来看望自己的 而是来追求回家度假的姐姐的 怒火中烧的女孩一把火烧掉了健康中心 没想到女孩居然是一名纵火犯 惊讶的同时 他们也发现大叔说的是真的 看来他真的有点本事 但是大背头却不相信他有超能力 为了验证 大叔一把抓住大背头的手 然后看见了一座监狱的围墙 此时大背头发出了一阵怪笑 接着掏出一把大钳子 原来他确实是一名罪犯 昨天刚刚从监狱被放出来 他今天来这里也是想偷窃 但是还没上楼就被困在了这里了 黄毛说肯定是神明 为了防止他再次犯罪停下的电梯 这时大叔问黄毛 他又是为啥会被困在这里呢 黄毛却突然面露难过的神情 说这都是自己的报应 原来他在妻子怀孕期间出去偷胸 刚刚从情人家出来 其他几人听完都大骂他是渣男 要是他们几个被困死在电梯里 到时候孩子出生了 爸爸却不见了 最后爸爸的尸体还在亲人的公寓找到 那他妻子和孩子岂不是会过得很悲催 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几人建议黄毛给妻子留下遗嘱 自闭这女孩将自己的录音机借给他 黄毛先声泪俱下地交代妻子 接着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却在中途卡了壳 原来他听见了自己的手表闹铃 从大背头的方向传来 黄毛还是觉得那里不对劲 为什么一个准备要跳楼的人 和一个准备上楼行窃的人 会和他一起坐上了向下走的电梯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之后 他开始慌了 面前的三人眼见瞒不住了 再也不和他纠缠 直接有麻醉剂将他给打晕了 原来大背头根本不是什么小偷 而是一个侦探社的社长 自闭女孩是到侦探社打工的兼职生 大叔则是一个常常因为女装癖被嘲笑的怪大叔 两周前 他们受黄毛妻子的委托调查黄毛 于是几人找到了公寓大楼的管理员 拿到电梯钥匙 并且策划了电梯事故 黄毛老婆打电话后 几人就在电梯里等待 等黄毛上电梯后 再有麻醉剂将他打晕 接下来的一切都如预期实施 没想到 因为一个小小的披露被发现了 大背头赶紧拿麻醉剂再给了黄毛一针 谁知黄毛竟然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一通商量之后 他们决定将黄毛的尸体扔到楼下 假装黄毛是不小心坠楼死的 但是楼层不够高 必须去到顶楼 可是顶楼的门又被锁住了 大背头只好去管理室拿天台钥匙 却发现管理员居然在偷看电梯监控 这要是被他说出去 竟然还不玩完 大背头抓住管理员 问他想要多少钱才能保密 然而拉扯间不小心将电视撞倒 电视直接将管理员的脑袋砸了一个大窟窿 一下子两条人命落在了自己手上 大背头心情十分沉重 但后续还是要处理完成 接着他打电话给黄毛妻子 制造不在场证明 说计划已经被发现 并且黄毛十分生气 黄毛妻子并没有起疑心 然而在大背头准备回到天台抛尸的时候 却遇到了黄毛的情人 他光着脚失魂落魄 一看就是要跳楼的样子 原本情人跳楼后 他们可以将黄毛推下楼 这样就能制造完美的殉情自杀 但是大背头不忍心 看今晚的第三个人失去性命 于是去到天台劝说 经过他苦口婆心的灌鸡汤 情人终于松口决定好好活下去 解决完情人后 他们将黄毛的射体抬出电梯 此时满脸血迹的管理员突然来到身后 原来他竟然没有死 但是大受惊吓的大背头 一钳子将他砸倒在地 恐怕这回他是真的死了 最后他们将黄毛扔下了楼 而大背头在去处理管理员的尸体时 竟然发现电视里放的不是监控视频 而是一盘影视子弹 原来搞了半天 管理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 绝望之急的大背头 将电梯内的摄像砸烂 当他离开的时候 接到了黄毛妻子打来的电话 他说自己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短信 大背头问是不是他丈夫发来的 因为他曾嘱咐自闭女孩 将伪造的黄毛遗嘱发给他妻子 但黄毛妻子却说是自己的妹妹发来的 大背头这才惊觉 这个妹妹不是别人 这是和他们一起作案的自闭女孩 原来女孩真的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也确实曾经纵火烧掉了健康中心 自从姐姐结婚后 她就失踪了 而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都是她搞的鬼 是她调换了大背头的麻醉针 利用大背头的手杀死了出轨的姐夫 最后自闭女孩再次失去了踪迹 不知道下一个受害人将会是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